暴力 一群拿着连背过去的学生 你还以讲他是暴力 这件事情 一定我们要分的话 三期开 30%学生的责任 70%当然在警方的责任 你们钱 不好好的把守 你们既然你们这么重视 这是国家机关中逼 为什么不好好的防卫 已经知道17号 已经立法院被学生占领 这么漫不经心 八个行政院又让学生去占领 这谁的责任 警政署的还没下台 谁下台 再讲后面的打 拿着面笔 我们的学生 我常讲 千万不要讲我们是台湾的茉莉花运动 茉莉花运动死多少人 茉莉花运动全世界的学生运动 都是在拿汽油带给石头的 我们是什么 我们的绝招是躺下去 你对一些躺下去的学生 这样子独打 你说这叫拍拍间 凭这样的行政院长 他做他的保证 服务 这个签下来台湾有什么好处 这种尝试的人 我们能相信吗 什么叫拍拍签 因为他有在写武侠小说吗 拍拍签就可以把一个人这个鼻孔流血就可以抽大 所以 我在脸书上收到人叫石鸿鸣的一个同学 他买一封信 他说希望我今天在这里 一定要讲这件事情 一定要安慰那些被打的同学 他说没有人在安慰那些被打的同学 没有人帮他们伸张他们的功力 我们要安慰那些同学 我们要像坚定的向政府来问他们的责任之外 的确 我要安慰那些同学 你们被打破头了 但是不要有心理意 总会碰上这样的事 就当做自己倒霉 假日出去 情况都是摔了吧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在你们心里默下阴影 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从此就不参加 你们该参加的活动 但是这不表示我们不追究的 黄胜区该有的责任 在院长 民进党 在立法委员 这件工作是你们的责任 你们如果没法让警政署的署长下台 这件事情我们要问你们的责任 现在我们来讲马英九 马总统 看下一张 马总统每一次记者会开始都都是说他要依法治国 这是法治国家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里面是什么呢 去年2013年1月31号的晚上 所有的媒体收到了来自总统府的一个传针 上面写着党政高层表示 大家看一看 就是陈冲院长要下台了 江一花要上台了 什么叫党政高层 中华民国有个人信党政兵高层的吗 到中华民国的宪法一个行政院长的论里面 只有总统有权力 总统怎么会让一个莫名其妙 无三无四的党政高层的 半夜深刻发个传认来决定 这就是唯一法治国 还敢讲法治 有没有把宪法看起来眼里 没有 要不要脸 不要 以后 我现在没有要讲这句话 我们继续往下讲 所以 同学们 各位所有的朋友们 法治之国 总统在讲的时候 我们要告诉他 提醒他 自己做了什么事情 再下一章 在去年7月底 我辞掉国策困的时候 在立法院发表一篇声明 就说 总统不能罔顾国家安全 破坏民主程序 错乱政府体制 但经过这大半年想之后 我发现他的顺序是这样子 下一张 事实上 今天 我们所有的问题都属于 政府先错乱了 体制 政府体制 所以不注重民主程序 结果造成了国家的安危 不重视国家的安危 马总统必须要向我们解释 那个党政高层是谁 为什么去年的1月31号 他给任凭一个党政高层 发这样的传证 破坏国家 文官体制 破坏国家制度的一封信 正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家里面 政府里面 容许这样的事情 所以才使得后面一连串的这些问题发生 是时间快到了 还是声音太大 好 那我们快点 讲到最后 最后我们就是 主条审查 总统现在讲 有主条表决 我们要再提醒他 主条表决不表示 一致不能更改 我们一定要问他 主条审查必须要 可改就改 才能够主条表决 当然只先立法 先立法 后审查这些 我完全同意大家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最后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今天早上 一个朋友 发一封信给我 他说 伦敦的金融时报 说台湾现在是一面 破碎的禁止 就大家的意见 四分五裂 我们大家今天 听说有50万人站出来 我要讲的是 我刚才讲的那么大声 我不是要煽动大家的情绪 我只是说 每个人的愤怒都是愤怒的 在现在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人出来了 我们应该提醒自己 要和平 要理性 要坚定的 追求我们的诉求 他们是我们看不起的人 他们随便使用暴力 我们绝对不能像他们一样 任何情况我们都要和平 任何情况我们都要理性 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显示出我们跟他的不同 才能显示出我们要追求的跟他们有什么不同 然后我们不能 接下来我们要跟赞成的福报的 反对福报的 都应该展开讨论 民间的 我们不应该彼此三角彼此的脸说 是因为你不赞成福报 我赞成福报 这一次 是我们是国家的危机 也有人说 学生里面有民进党的 或有人说有台独的 又怎么样呢 我们这一次 雷根总统被刺受伤的时候 他问医生说 你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 医生都回答说 今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共和党 我们也要这样讲 这一次是台湾的民主 确实是道理是受到了重伤 我们大家也是不分蓝绿 不分什么独派统派 大家就是要救这个国家 乌韩国就是我们的家乡 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名字 我们就是要改造中华民国 我刚才在开始讲话之前 我先祈祷了 我祈祷的是说 我祈祷 我祈祷 所有 九月以来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奉献过的人 我祈祷 我祈祷中华民国 开国以来 所有的 为这个国家奉献的人 赋予我们 让我们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用我们最冷静的心 最和平的声音 但最坚定的立场 来改造我们的政策 也改造我们的未来 一百二十年前 今年是甲午年 两个甲子以前的甲午 是台湾各种持久的 烙印开始的时候 今年又回到了甲午 我们不能再留心的 持久的烙印之间 我们要真正的 开启我们的新的未来 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 对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负责责任 现在让我们 如果你们愿意 我要再祷告一分钟 请你们跟我一起 我知道主管单位说 七点钟 就让我和平地 回到立法院 让我们就成功地 做到这件事情 不要被任何恐吓我们说 他们要动用什么塑胶子弹 用什么什么子弹的人 所得逞 我们和平地 温柔地 坚定地说 我们要成功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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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了 接下来我们也邀请到